当俄罗斯媳妇在家里大扫除 结果在床底下发现一只女士的袜子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原本是婚后平淡生活 展现娶了俄罗斯媳妇以后家庭地位的时候 却因为一只袜子变成了大型射死现场 我这点也是真被啊 我都敢对天发誓 这只袜子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要怪只能怪我交友不慎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媳妇 我怎么会让她的眼里融进半粒傻子 瞅瞅这傻姑娘为了给我刷鞋 把手都磨破了 其实这就是俄罗斯女孩 你可以说这是她们的优点 但也可以说这是她们的封建传统 因为在俄罗斯 女人认为做家务为老公做饭是天经地义的 特别是做饭 在俄罗斯如果老公说饿了 那么作为妻子就一定会遭到训斥 这一点我可是深有体会啊 虽然那时候魔人精老丈母娘经常给我俩做好吃的 但每次听见我吆喝饿的时候 他都会质问那老板 你的丈夫都说饿了 你是怎么喂的你丈夫 虽说我家那老板饭做得不咋地儿 他跟那老板的黑暗料理 太狠了 太狠了 谁能告诉我这是啥 那老板做的是啥 你们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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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那老板说他已经喂了我两天了 家人们这回你们明白我的苦衷了吧 但说句公道话 饭虽然做的不行 但干家务那是嘎嘎地 但自从在床下发现女生袜子后 对我也不温柔了 这因为一只袜子给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还要把所有的家具换一遍 这不床垫呢也给换了 正好他平时老嫌弃我起夜 晚上睡不好 所以我特地选了这款孟百合快充床垫 提升一下你的身睡眠质量 那老板表示睡得挺舒服的 静音抗干扰 商家还配了个手环测试睡眠的 看来是对床垫很放心 真没想到一个大扫除惹了这么大的货 幸亏我问心无愧 没做对不起那老板的事 事实的确如此 我跟傻姑娘早已解释清楚 只不过是昨天给大家还原了一遍 但这一还原不要紧 我这些做贼心虚的损友们 都蹦出来了 这回这袜子到底是谁的 还真解释不清了 那咋个事啊 当时你跟六哥谁往家领人了 六哥那个房间我 我又不住 六哥往家那时候领没领过人 但是你走了我就没在这住过 他应该是领过一回吧 领过两回一回啊 真的不可麻烦了 我在你家住 你走了以后我又住了一段时间 我女朋友的 这回可热闹了 反正我两口子是没事的 对不住了我的损友们 所以袜子到底是谁的呢 大年初三 俄罗斯儿媳妇说想家了 结果下一秒就跟自己的婆婆俩玩嗨了 是啥事的呢 慢点啊 你俩 慢点啊 把一口里 把一口里 人娘俩直接开车 来到了一个冰天雪地的大湖面上 要说还得是这 在冰雪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 彼此之间更加了解 刚到这冰封的湖面上 就给傻姑娘开心完了 连爬带滚的 给我讲解着关于冰雪的知识 第四个千是来些 嗯 嗯 小老外 老妈是真说对了 想家了就在纳斯街找一个 跟俄罗斯一样冰天雪地的环境 玩一圈就好了 结果人娘俩玩的那是真嗨啊 在这零下四十度的湖面上 人娘俩翩翩起舞 哎呀 真呐 太呐了 你瞅最初 那是想家的样吗 他娘俩是玩疯了 可惜我这命啊 躺的也中枪啊 人婆媳俩感情好 一会儿跳舞 一会儿骑摩托的 还没害怕吗 她娘俩可行了 一个战斗民族 一个会骑马的女汉子 主要我是真害怕呀 完了下尿裤子了 我都这样了 他娘俩还调侃我呢 你哭着像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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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是我老喊 她说你跟女生 对 你老见我啥呀 啥也不是 伤心了 媳妇说我啥也不是 也就算了 连亲妈都说我啥也不是 开心了 女儿媳妇又开心了 那是呀 你没说的 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 这句话说的这么清楚的 原来在俄罗斯也有这说法 送鞋就是送别的意思 这不今天 蒙人精老丈母娘 给我们四个 每人分别买了一双 一样的布鞋 蒙人精老丈母娘说 这回你们仨都走吧 你和纳斯杰回中国 你记得去西伯利亚上大学 我自己也回家了 今天送给你们这三个孩子 一人一双鞋 也代表我送你们走了 你还别说 这老特布鞋 在俄罗斯现在卖的死拉贵 一万多卢布一双 四双鞋 蒙人精老丈母娘花了五万来块 再加上现在卢布疯涨 和人民币四千多 要说还是蒙人精老丈母娘讲究 这让我们仨 怎么舍得留下她一个人离去 不过想想我那远在祖国的娘亲 又何尝不是她现在这种心情呢 终于能回国了 我的心情也是既激动又悲伤 因为对于我来说是回家 但对于那老板来说是离家 平时形影不离的母女俩 这回又分开了 而且这一别也不知道是多长时间 所以此时她娘俩的心情一定是最复杂的 这从来的一路上 在还没有确定能买到票的时候 蒙人精老丈母娘的情绪就开始波动 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流眼泪 再不就发脾气 从来没见过她这样 平时看过了嘻嘻哈哈的她 突然看到她这样真的很不习惯 想想也是难为她了 我小舅子如今上大学 在新西伯利亚 离蒙人精老丈母娘也有三千多公里 也是一年才能见上一两回 在我来俄罗斯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和那老板平时都陪在她身边 她虽然是长辈 但是活饱爱玩的性格 天天带着我和那老板吃喝玩 对于他们娘俩来说 看似更像是姐妹的朋友 互相习惯了这么多年 彼此陪伴的生活 这下那老板跟我回国这么一走 真容易把蒙人精老丈母娘闪着 看着她这两天的表现 真让人担心 曾经那个为了给我俩跑回国的手续 乐死不疲 鞋都跑坏了好几双的蒙人精老丈母娘 如今看着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能做点啥 只能利用最后这段时光陪伴她吧 连她自己也担心一个人的时光 我告诉她不用担心 这不原本打算带我领略俄罗斯的风光 现在却成了最后的陪伴 这不她爱喝酒 那我们就飞到具有欧洲之窗之称的圣彼得堡 这个城市夏天有两个月没有黑天 这回符合她心意了 终于能24小时一直喝了 只要她开心就陪着她 啥也不说了 喝多了不想家 把夜喝里 当俄罗斯媳妇吃醋了是啥事的 这不来俄罗斯也小一年多了吗 也认识了一些自己的俄罗斯小朋友 这原本今晚带着那老板 来参加穿黑短袖 这个傻兄弟的生日聚会 本来想着把这些小朋友介绍给那老板 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结果可能因为个别虎娘们的行为 给那老板整生气了 这不就这个穿黑裙的虎娘们 得谁跟谁跳啊 还搂你大脖子 还有坐在甲上这个老妹 那水汪汪的大眼睛 就寒情默默的看着你啊 我心话了 老妹你说实话 咱俩可是第一回见面啊 你看我肯定是好奇 我这张亚洲面孔 长得跟你们不一样 拿我当老外看了 这回到家 那老板让我看录像 我才明白 这那老板吃个饭没吃好 全程光录他了 我说这些人里面 就跟他第一回见面 那肯定是没见过外国人 好奇呗 那就是咋解释都不信了 还告诉我以后少参加他们的聚会 只能跟他和默认精老丈母娘混 为了中国朋友 俄罗斯朋友 中俄友谊而干杯 本来一场也算代表 中俄友谊的聚会 整挺好 就是给那老板整不开心了 要说这俄罗斯媳妇 哪都好 就是好吃醋 不过该说不说的 在酒桌上 那老板一点也没表现出来 甚至怕我小心眼 还顾及我的感受 跳舞的时候 虽然没跟我跳 人家就一个人 在角落里尬舞 就这样一直到散场 我甚至一点都没发现 因吃醋表现出来的不开心 但是一回到家 就彻底玩犊子了 那都开始飙升俄罗斯 骂人的口头禅了 一下回到解放前 又在沙发上睡了一宿 不过天下的女人都一样 你只要消费买点东西 包治百病